哈利·胡迪尼 你们知道哈利·胡迪尼吗? 哈利·胡迪尼是谁呢? 他出生于匈牙利。 后来去了美国生活。 他是非常有名的魔术师。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魔术师。 哈利保证,无论在哪个监狱, 他都能逃出来。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进了监狱。 他正穿着的衣服里, 藏着一些东西。 过了一个小时, 他就从监狱里逃出来了。 听说,哈利要从一所很旧的监狱里逃出来了。 大家都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做到。 所以,都想去看看他是如何挑战的。 到了那天。 很多人都来看。 很多人都来看。 他们都想看看, 哈利是不是真的能从监狱里逃出来。 哈利去了监狱里面。 然后,狱卒就把门给锁上了。 哈利十分有信心。 也很淡定。 也很淡定。 他觉得, 应该是很容易就能逃出来吧。 他在监狱里做了什么呢? 他先是解开了皮带, 然后拉出一根很长的铁丝。 铁丝藏在了皮带里面。 哈利想利用铁丝, 打开监狱的门。 可是, 奇怪的是, 居然打不开。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 又过去了很长时间。 监狱门还是没打开。 哈利变得焦虑起来了。 他开始冒冷汗, 也慢慢绝望了。 最后在监狱里泪倒了。 当他倒在地上时, 监狱门就自己开了。 是哈利变了什么魔术, 让门打开的吗? 其实, 监狱的门从一开始就没锁。 是哈利变了。 只是在哈利心里, 觉得门是锁着的。 只是他内心的那把强大的钥匙, 把门锁上罢了。 心里的钥匙。 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大家的内心都有非常强的力量。 什么事情都能做到。 只要集中就可以了。 多少人内心的门是被锁上的呢? 你们的内心可以成为你们最大的敌人。 明明是可以办到的事。 却跟你们说办不到。 就像是哈利经历过的那件事一样。 唯一关得死死的门, 就只是我们的内心罢了。 然而, 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 你们可以打开门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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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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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